我其实从小没有想当什么明星 你都想当什么呢 我想当榜样 我从小就想当到榜样 但是你后来不觉得 其实当榜样的都特别累吗 因为一旦当了榜样 别人就用一个超高的标准 甚至有时候 不是特别符合人情的标准来要求你了 我现在每天都在享受着 很多人对我的挑剔 挑剔 卷阅 对 我生活的确实挺累的 挺疲惫的 任何一个时刻 哪怕是瞬间的说 我干脆我就不要 以前我自己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生活 是吧 就被别人不理解 然后就那种 就大屎盆子往你头上扣 就特别冤枉的时候 会觉得 我为什么不能 抛开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光环 我想以我现在的能力 好好唱歌 然后好好地生活 然后去做我自己喜欢 做的慈善 就可以了 就OK了 我是一个非常的循规蹈矩 在奶奶的这种教育下长大的 所以我们家即便是在最窘迫的时候 我看的书是最多的 别的小孩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仍然在读书 突然我们家落后贫穷 贫穷之后我觉得 相反 我是那么的充满力量和自信 好了